HELLO 歡迎來到YOUTUBE圈圈,我是蕭蕭 今天呢,我們要來開箱的是這個 我們要來將這一鍋雞冠犀刺呢 要來開箱一下 看他這次的產況如何 已經看得到滿滿的幼蟲在這下面喔 有沒有啦,到處都是爬痕 非常的期待,那我們就馬上來開箱吧 GO! 好各位,這一項就是我們的 雞冠犀刺 那上次的話是6月11號 我們投產的 那我們這次就來看一下 這次投產的狀況如何吧 我前天剛好看到母蟲在表面上死掉了 我記得這個是投產兩隻 所以我不知道另外一隻母蟲還有沒有活著 沒關係,我們先來挖挖看 首先的話呢 產卵木裡面的幼蟲我暫時應該不會先挖 因為可能還有很小隻的 所以我產卵木可能會在靜置一段時間 等它大一點之後我再來挖 我覺得我整個把它翻過來好了好不好 一、二、三 哇,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幼蟲真的很大 來囉 好 各位,我們來稍微看一下我們可以收穫多少隻幼蟲 天啊,數量好像蠻驚人的耶 我們這邊上一個盒子 裝一下待會有多少隻幼蟲 好不好 稍微算一下 有點多啊這個 塞一點塗進去 一隻 兩隻 兩隻 而且都已經很大隻耶 這大小 應該都是10末了 你要找找看有沒有20以上的 還是這個已經有20的啦 9 10 光一個表面就要處理了大概10隻的幼蟲 不然這樣慢慢播就有了嗎 第12隻 哇,這個還有有夠小 12 這隻剛轉 20 對,這隻剛轉20 20 這隻體色很淡 這隻剛轉20而已 這是很多 很多的幼蟲都是在外面產的 所以 機關細生的話 是不是只要墓穴壓實就很 就有高機率會產 只要墓穴壓實就夠對不對 哇,各位這隻就 這隻就很大了 這隻已經很大了 第15隻 16 17 哇哇,各位這隻真的大隻 哇,這隻真的很久了耶 這第17隻 哇,很大隻耶 他們大小差好多喔 但好像沒看到什麼軟 所以我在想 軟應該差不多大部分都孵化了 畢竟也已經放了兩個月 母蟲的話 哇 這也是很難講耶 各位有看到嗎 這顆白白的東西就是軟 所以還是有軟的 這顆 這顆就是軟 這個我要另外把它拿起來 哇,這樣一撥開這樣 一個小小的 裡面就有兩隻了 應該都看得蠻清楚的 這隻可能是10末的幼蟲 這隻可能是10末的幼蟲 這是大約10末 然後裡面這隻 就像惡靈的幼蟲了 哇,超多隻耶 感覺再過一段時間會比較好開 因為幼蟲都更大隻了 就很明顯很好找 不會像現在這樣找的這麼辛苦 各位我找到媽媽了 但是媽媽看起來好像涼掉了 哇,這隻就大了各位 各位 這隻大不大 天啊 這靠近木屑的旁邊 靠近殘軟木的旁邊 所以我在想說幼蟲應該蠻多的 但是好像 比較少沒有 比較少發現有啃食 啃食 殘軟木的個體 這隻真的蠻大的隻 這等一下幾乎都可以單獨放了 然後 養這個機罐的話 它的瓶子不用太大 所以我打算 六百 養一陣子 然後看要不要之後 換土東六百就好 還是有軟 小顆軟 好各位,這個軟木旁邊看起來是 有個幼蟲 哇,裝進去了 抓不到就算了 這個軟木呢 我應該 照樣先把它 放回去好了 對 然後這一批等再過幾個月之後 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吃軟木的長到多大 那這我就先把它買回去 然後我們繼續來挑一下我們幼蟲吧 還蠻多的 剛產木一扒起來 就看到很多小時的幼蟲 這一鍋應該生了三四十顆軟油 好各位 這邊大家數了一下大約有三十隻的幼蟲 然後再加上三顆軟 所以這樣這一批頭神總共拿到的 大約會有三十幾隻 三十三隻的幼蟲 哇賽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是要趕快把幼蟲放到這個圖裡面 好不好 我們先把比較大隻的這種 個體單獨養起來 看能不能養出比較大型的漂亮的公母 的個體 但是 現在要分公母好像還是有點難 哇 快看這可愛的小白屁屁 超可愛 如果依照 他的大小 機關先生的大小 這個一瓶這樣應該就夠養了 對啊,這個六百大小 應該就可以養出蠻大隻的 好了,各位然後最後再幫他 貼上這個標籤 完成 好,希望這一批幼蟲可以順順滴滴的長大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 機關犧牲的一個產房開箱啦 期待他們明年漁化的時候囉 好,那如果喜歡訂閱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那如果想看更多我的影片的話 也不要忘記訂閱我 然後下午也就下期唷 掰掰 我們下期待觀看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